金天气 金天气 大家, 我終於過了預約了 平時你們這麼照顧我 這頓是我的 謝謝… 冠軍… 冠軍, 你之前不是得罪了大小姐 她保持了保護照片 幸好, 阿水和寶寶 不斷說好話才想好大小姐 那個中年瘋婆出名小器 所以冠軍, 你這次真幸運 David姐, 什麼?謝謝你們 不用客氣了, 你這麼勤力 我們也不想冒了個好幫忙 如果你想報答我們 以後要努力做事 我們加油, 她的樓下是寶寶圖 真的很開心, 當然 我們也很開心 當然 我去找報應 好… 來… 關… 我過了預約了 恭喜, 算了你 我們所有的MT都已經過關了 不如我們明天約一起去喝茶營粥 我們只有一個小時吃飯 我怕趕不及回來 怕什麼?過了預約不用扮勤力了 扮勤力? 未過預約之前我們就要扮勤力 上班要早三個字到 下班要遲三個字走 不過過了試用期, 不同說法 公司跟我們簽了一整天四個字 對, 遲到早退 沒人夠膽不解僱你 是這樣的嗎? 兩份牛扒早餐拿走, 麻煩你 不好意思, 牛扒正在解凍 你們趕著回去工作就叫別人吧 行了, 你照做吧, 我們等吧 那不要假扮, 等得久了 行了 你們之前未過的預約就很緊張 現在坐好, 還不用擔心勤力 擔心勤力是我們沒做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 但是我沒有擔心勤力 我覺得勤力是本分 他怎麼這麼入戲? 你怎麼這麼好演技 你不是電視台做浪費了嗎? 有得笑好笑 什麼意思?Tay 遲些就知道了 你們三個在這裡就對了 MT計劃有事要宣佈 待會去議會室嗎? 不好意思, 你知道了 我現在是主管 那這些MT計劃的事 是不是應該與我無關呢? 雖然你是升職了 但是你的MT計劃請回來的 所以待會你也要出席 待會見 慢慢走, Helen姐 為了提高MT的工作效率 我決定推行一項新的政策 簡單來說 就是近半年入職的MT 只有最好表現的25%可以留下來 其餘的一律都需要離職 那你怎麼會? 20%? 怎麼知道? 對… 我知道大家都只適合了職業 但是我也很想大家明白 在一間公司裡面 員工要有危機 才可以保持競爭力 這樣也是為大家好 但是我們今期MT只有二十個人 就是說我們只有五個可以留下來 五個… 他說得是對的 但是接龍是一間精英企業 也就是只有精英之中的精英 才有資格繼續留下來 為什麼還要考我們 我們已經經過很多考驗才能入職 早就已經證明自己的能力了 我們篩走不合格的人 留下來的就是最好的 留下來的 就全部人工和福利都比之前好很多 但是你一次過西州這麼多人 會不會嚴重一點? 說實在我們也努力了幾個月 好… 大家都很有意見了吧? 如果有意見的話 你們可以選擇離職 沒問題就從現在開始的 接下來的一個月 你們的各部門主管 都會對你們的表現評分 記得好好表現自己就可以了 細龍先生, 我想問 我現在是樹務部主管 那我是不是… 是, 你也要進行考核 沒得豁免 那當然不能豁免 身為主管, 我答應你 我絕對會有客觀的 幫自己填這份椅子 你不用操心了 這份椅子會由我親自填寫 你不要令我失望 坐吧 大家都沒問題吧 我開心了一天而已 怎麼會這樣? 我天天在保安部操 體能已經夠我最頂的 現在是不是想玩死我? 我想說, 我明明升了我主管 有甚麼理由 我要跟其他MT一起考核 用甚麼要失去工作 你看看MT 剛才過了職業, 沒多久而已 公司說要解僱四分三的人離開 給我也沒人 他們真是不幸運 其實我也覺得 一次過西州那麼多MT 也很離譜 但是Max堅持要這樣做 我也沒辦法 為什麼那個農曆士呢? 要照顧那些MT 他說要提高MT的工作效率 我想我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們遲這麼多 要不要叫我買回去吃? 你別怕, 我們過了職業 也不夠半小時 你已經摺爐會炒了你嗎? 當然, 我們坐下來慢慢吃 這個堂食好吃很多 總之大鴻先生非常激氣 小鴻先生在這個時候吃著想 說他會想起整頓那些MT 你們聽到嗎? 原來是那個女生MT 不生性, 一堆類全家 小鴻先生這麼重 無非是三個字 想博表現… 整個字 我覺得整頓一下也沒什麼所謂 對呀, 為新人頭頭上班 很勤力而已 一過試用期 現實形容, 要做完結了 所以搞一次MT大屠殺 可能之後請回來的MT 會不同了, 是一件好事 想不到你們每個都支持Max 對呀, 他這麼冷血 把這麼多人炒掉 你們不覺得他很過分嗎? 對呀 不覺得 冠軍 你別這麼灰心, 加油 雖然機會小一點 但你這麼聰明、有這麼勤力 一定可以的 至於你們兩個嗎? 加油 兩位, 咖啡 來, 付錢 後數 他們說得對 之前這麼辛苦, 我們都叫過 我們要給自己一點賞心 說得對, 我們三個是精英 來, 一起努力, 一起留下 一起過關 沒問題, 蒜旗之後再回覆你 阿君, 我今天早上叫你做那個報價單 你這麼快就搞定 對呀, 做完了 Merry姐, 之後見客用的圖表都做好了 碰到你的桌子上 冠軍, 你很厲害 整天早上都沒有停過手 我看得到, 等她辛苦 我想留下, 當然要薄一點 你這麼勤力 你睡覺, 我們會吃甜的 有… 很聰明 怎麼了? 搞甚麼 就是阿狀想睡覺 睡覺比較好 所以就叫陳Sir跟她加粥 對呀, 阿狀這次很聰明 對呀, 一個小時內 從地上拋上天台十幾次了 都覺得拍得太厲害了 腳軟了, 現在沒力氣了 對了, Merry姐 你們之前賣廣告那支 超高濃度鎖阿菲的提神飲品 牛精仔, 可否給你幾瓶? 給的… 怕得搞出人命, 過來拿吧 謝謝 去吧… 我可以相信 最重要是我把阿菲蘇寫好東西就行了 好… 還好嗎? 精細 阿米? 阿米, 你又來叫牛精仔? 是呀, 我很累了 現在細龍先生親自檢查我的表現 我當然要做好一點, 幫他看我 我一個人弄好了算務部的東西 我剛才換完一至五樓的燈膽 你們算務部不是負責一至四樓 五樓是Peter的 對呀, 我特意的 讓細龍先生知道我的人勤力 怎料我每個小時都撐一次樓 那我睡覺應該不會太差了 有沒有牛精仔? 有…這裡… 那邊… 過來… 你洗完澡, 自己減得這麼辛苦 對呀, 只是一份阿菲蘇 要不要放得這麼盡力? 我還是要先喝一瓶牛精仔 冠軍, 你沒事吧? 你怎麼樣? 對呀 沒事… 我看了整天早上又沒吃過東西 我再喝一瓶牛精仔就沒事了 好… 來, 喝吧 乾杯 報告陳Sir, 我已經全搶了整棟大廈了 阿壯, 你有什麼事想跟陳Sir說? 我不想賺自己 不過我這次請用最下八分鐘零三十七秒 就全搶了整棟大廈 破了我自己報一報的巡樓紀錄 我想陳Sir一定很欣慰 不如你自首吧 你說什麼? 我曉得, 你在那邊是什麼環境? 報告陳Sir 有很多煙頭 破了, 陳Sir 這邊的下樓梯也有很多煙頭 你看到了 我對你真的很深, 關我什麼事? 是在剛才巡樓的時候 我們收到聰明投訴 躲在下樓梯裡吸煙 我沒有吸煙, 這些不是我沒有 你還在說謊? 如果你沒有吸煙 怎麼會有人舉報你? 後樓梯又怎麼會有這麼多煙頭? 肯定有人弄我, 真與我無關 夠了 我知道你最近很努力博表現 我也很想你留下 但是你煙引太大, 我不會信私 陳Sir, 我求求你 千萬不要寫我的批評 你好像為止 張龍, 出口 是, Sir 沒再吸煙了 是, 真是, 真是 你真是, 真是 真是, 真是 真是, 真是 我以為目標就是要做到最好 我愛接路 為了令同事有最優質的魚翅體驗 簡易當然是用最香的 至於切子當然不會滿褲 用最滑、最舒服的四層切子 保證他們的賓至於乖 在這裡也好像在家裡那麼舒服 怎麼不喜歡上班 你怎麼不喜歡上班? 一滴鹼也沒有 怎麼做的? 切子比砂子還要穩定 又說最滑、最舒服的 怎麼會變得很便宜? 這燈蛋還閃閃閃閃 預祝聖誕節嗎? 不是…鄧先生,你告訴我吧 你這個樹木部主管令我很失望 你這份阿Paiso 沒有…鄧先生,給一次機會… 沒有… 無自為之 沒有,鄧先生… 你們別這麼灰了 這次沒有了,肯定被人炒 一定有MT不能讓我們贏面帶 把這些陰子都賤給我們 讓我們比對手少 看他們兩個樣子,計劃一定成功 為了冠軍有得留下來 對不起,也要做一次 冠軍這麼勤力 什麼嬰兒姐和Dale姐 一定會死得很快 算是你們兩個 全公司的MT都被我們弄好了 就算只剩下一個 冠軍也有得留下來 你們別這麼快放棄 一定有機會可以救的 我們已經說了 我便會一起留下來 我怎麼救呢?誰能夠救我們 飛大哥 怎麼樣?阿君 你找我嗎? 是,怎麼樣… 有件事想跟你談的 Mike和阿狀呢? 好 你想說他們兩個的 但是Patio被人寫 所以想想想怎樣拆彈,對吧? 對嗎? 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兩個臉已經告訴我了 我現在看就知道了 大哥,你不能太好笑 你救救我們吧 我又不准你們解僱一下 靠靜點 你們兩個曾經跟過 我當然想幫你們,對吧? 但是這個炒人計劃是細龍先生想出來的 他是我親戚 如果我搞對抗的話 就得罪了他,對吧? 但是你人已經這麼說了 如果連同其他主管幫忙的話 有辦法嗎? 其實如果你連合同其他主管 就真的有得争 但是這個炒人計劃是針對你們MT 試問我們的主管 怎麼會因為MT 跟老闆支持才行,對吧? 我們豈不是死了嗎? 怎麼會死? 這麼年輕,有時間要捱 給我一聲,加油 快點 不用擔心,一定有方法 我們會找到,我們會一起過關 對不起,我們先回去做事 加油 其實Bee哥說得對 那些主管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當然不會跟細龍先生支持 不過如果燒了他們那一疊 就不同說法了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秘密網的爆料帖子 原來細龍先生不只是想搞MT 他是想找MT市都 最終目標是想推人計劃的 都全公司 換句話說 他想炒四分三的人換身血 幸好那些正義之士 被秘密網爆料人 要不然我們一群死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老闆還猛問我甚麼事 我真的口口口口 等一下 這件事說得像層層 但是我們人事簿 沒收過公司有這麼大規模的裁員計劃 我沒聽到姐夫這麼說 那件事很流流的 不是,不是,細龍先生找MT做實驗 即是他沒有把握大力推行這個計劃 加上KC有大房的人 也不太正常 那倒是,細龍先生跟大小姐鬥得這麼厲害 可能他只裁員這條路 想鬥營大小姐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今次成功炒了MT 之後推行大規模的裁員計劃 也會容易很多 那我們當然不能讓他成功 不用了,我們就弄散他們計劃的第一步 不要讓他們解僱MT 是,但是裁員是幫公司提升競爭力 我們不應該反對 你是不是傻了? 我告訴你,你們忠臣真是愚忠 被人解僱了那75%的人 是不是不用吃飯了? 那倒是,你們保安部有一群兄弟 每個人都有頭家要養的 那是不是要解僱他們? 你們都說得對 那不就阻止細龍先生 但是,怎麼阻止呢? 我有辦法 你們是不是? 一個一個 賺到自己的MT小妃似的樣子? 我們真的一點也沒誇張的 之前也不覺得你們的MT這麼做事 其實你的炒人計劃有阻嚇作用 激起了他們的鬥心 就以市場部的MT為例 他們做事準時又有交代 態度非常好 我們陳寶頭的MT也非常勤勵 真的超級扮演 我們行政部的MT完全不像MT 就像一個資深的員工,FIT 我的MT也很聰明 每次商場有活動 有他在,我也很放心 FIT和那個MT,我唯一找到他的缺點 就是有些完美 我們清潔部,每個人都是精英 我在財務部這麼多年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MT這麼本事 一定不可以解僱他們 那補一補呢? 我們補一補的MT進步真的很大 簡直是前途沒有限量 每個人的MT都這麼合適 那我炒誰? 既然每個人都這麼合適 那就不要炒人了 好客人的願意 只想西走不適合的人選 既然每個MT都這麼合適 當然是留下他們的公司 我不管 我已經和爸爸匯報了會炒人 忽然不炒人,那我怎麼跟爸爸交代? 既然每個人工作都這麼好 那炒誰呢? 難道真的這麼隨便抽籤嗎? 抽籤?也好 他真的站著眼睛炒人 不,真的抽籤這麼兒戲? 被他抽成目很無辜 現在可以怎麼拆呢? 一於繼續哄他說話 師侯先生,你真的想抽籤嗎? 抽籤就抽籤 你們每個人都說到自己的MT這麼好 你們選不下手,那就等天下手 對,抽籤來說,天選得好,公道 公道,我不管MT表現很愉懷 我只在乎用抽籤去招呼 好巨… 就這樣決定吧,現在開始抽籤 抽中誰就當誰,不幸運了 好,來 大龍先生,石龍先生在錄音上 提及過你們炒人兵 不是看工作表現而是靠抽籤的 想問問是否你教他? 當然不是 這件事究竟你知不知情呢? 其實接龍餐是不是很兒戲呢? 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作為最有良心的僱主 這些並不是我們的作風 我相信一定是誤會 你們接下來會查多少個MT? 還有什麼時候會抽籤? 我龍感威一向都很重視人才 我不僅不會查些MT 還會加薪金給他們 確保他們在接龍做得開開心心 對,各位記者朋友 你們一定要幫我爸爸做證 那不如大龍先生,我們去那邊拍照,好嗎? 好 怪不得你哄小龍先生說話吧 原來想錄他 現在的事變成黃了之後 大龍先生一定不炒人了 他真的要說蘇士媽 我最初只是打算拍一拍 沒想過錄音這條招數真的這麼小 大龍先生的反應被你鼓中浪費了,厲害 不過我最初以為他只會殺停那個 炒MT計劃 想不到他竟然會加上MT人工 炒我那把MT人工不炒到嗎? 好 乾杯… 各位,這頓是我的,別客氣 Danny… 這次不僅僅炒人計劃解禁了 你們的MT還可以加薪金 你們很幸運 對,我當局真是我們很幸運 冠軍,除了加薪金之外 我想你最開心的當然可以留在陳老頭 當然是,我們更開心 你們兩個笑得這麼開心 只以為你們兩個都加薪金了 現在有冠軍人都留下來 你們兩個都沒人不開心 幸好這次查過了世榮先生的計劃 我們這次不用被人裁員 算撿回新廠了 這次我們可以成功,都是全球工業 好… 教練 小意思 小意思 一個一個陰陰嘴這樣笑 也不知道有什麼這麼開心 別管他們,我真的留給你了 怎麼樣?努力師,來吃東西 拜託你,爆小鎮惑 經常被麻煩爸爸 還裝作弄? 小意思,我的錄音一定是你放上網的 沒憑沒句,別亂說 是囉,不關姐姐的事 有她吧,她想發洩 我可以發洩嗎?我最喜歡踢東西 別管他們,我們吃東西 坐下吃東西吧 不是,我真的想找你踢東西 世榮先生還以為是大小姐吃的 這麼像,我們連補鎖都省飯 真是認笑 真是想不到,他們不僅沒有解僱 還加工資 就是了,其實我們也挺厲害的 不斷以上秘密網開個帖子 而且主要哄她幾句 他們就信到十足十 她總以為自己很聰明 其實以我們兩個聰明才智 只要拍照,整個節目遲租給我們 玩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忽贊 答案 來了 又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